第二个就是现在年轻人 他们在选择工作 刚刚虽然说 那个餐饮业找不到人 那给再多的薪资 五万六万都没有人要去 那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认同感 他们现在对于职业的认同感 会是他们的一个选择的 一个比较前的一个选项 好厉害 好厉害 根据台湾指标性科技财经媒体 数位时代汇整 2024台湾经济的25大趋势有哪些 比方说 企业最喜欢像我这种斜杠的 可能就跨职能 然后又有外语人才 所以这类的趋势 所以已经讲完一个了 所以还有24个 对 24个来 请讲答 黄书卫 第一个当然就是刚才讲的 这个科技制造业AI很红 所以AI我们拿回来自己造 从前面的晶圆制造到封装 都是我们自己做 所以我们来护国 我们说护国神山变护国群山了 对 答对 请假三千 是你 好 那既然讲到AI晶片自主研发 除了台湾 然后还有中国也在努力进行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很多AI的装置也产生了 比如说苹果的Vision Pro 还有很多跟AR XR相关的一些设备跟装置都出现 那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把AI的这个应用 实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上 答对 有的 请假三千 是不是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一下到底他所指线的 好 像刚刚其实那个那个嘉玲那个主播 知音自我提到的 像这种AR VR这种 这种所谓的次世代我们讲的 这种虚拟的世界 对 当你今天你把这个带上去之后 你其实可以生力其境 你不用人到那边 你就可以到那边去 所以这个过去一般来讲 不像现在今年这么的风行 是因为它那个很重 很多人不习惯带到那个 我记得以前就吵过这个话题 对 而且那时候内容也不像现在这么的丰富 但是今年苹果那个Vision Pro开始之后 它发现说内容相对比较多了 而且相对带起来感觉也没那么重 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看起来趋势就已经慢慢出来 又有改善 比如说你看到海洋里面深浅 不看着海洋世界可以这样 对 没错 外太空和外星 对 我看喜欢我的偶像 你要跟他 一起共舞 共舞而已 可以 可以 张望珠 就现在最流行的应该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拿来做一些报告 简报 然后查资料 还是CHAT GPT 正确答案 来 请架三千 林同学 现在很流行一种混合办公室 就是可能你不可能一间公司就住一大间 可能不需要这么多人 可能每间公司 每个小公司家 大家一起在同一个办公室 他就混了 对啦 就有点像合作办公室这样 对 对合作 我觉得可以 可以 但实际的答案应该是 它其实应该叫做弹性的远距上班 就远距上现在很多人 因为疫情那时候让很多人觉得说我不一定 就是怕出门又被感染 对 所以我会选择怎么样 我可能在家工作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趋势 所以很多人其实就开始发现 办公室不一定要怎么样 不一定要就是在一个公司所有 可能大家共同住一个办公室 对 我就一个位置 然后我今天可能固定几天去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目前看起来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这个风潮挡不住了 对 来 请加三千 那院长可以讲一下多智慧吗 对 怎么样 多智慧喔 对 基本上简单来讲说 你可以把它遥控 现在智慧家这很多事 你只要出一张嘴就好 对啊 像瓜哥之外 不是啊 基本上就是说 你只要回家我只要稍微 拍个两下手 或者我讲一句话 它就会自动冷气就开了 那时之类的 这种智慧家里其实真的还蛮 蛮符合未来这种想象的科技 智慧就是人变懒的概念 对了 书位有一台机器 我要吃五分熟牛排 好的 十分钟再打开就有牛排 对 这么智慧喔 如果进步到这样不是多好 接下来 指书位这样 有全球的这个电动车 进入一个红海的市场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做手机的 做无人机的 都在做汽车了 对 所以整个消价竞争的状况 非常严重 对 来 请加三千 那不是 那不是人民之福吗 对 对 车越来越便宜 性能越多 如果是消费端的话 可以用相对比较便宜的价格 买到好品质的东西 但是相对来讲 对于公司经营来讲 就是很大的财务压力 对 否则会价钱越来越高 不是更差 对 来 好 今天讲到电动车 其实最近在台湾 也有在开始研发的是轻能车 那轻能车层 未来是在2050 2030 有一些进程的话 是一个能源的替代方式 轻能车 那它的 它不是用电的 不是 对 是用轻器 是用轻器 对 我到底为什么是轻能车 感觉可以飞起来 对 如果自己人体放屁的 不好 哈哈哈 你这么轻能车 原来你想 你可以开发一种 还要屁量油 正确的答案 因为它可以不用排碳 哈哈哈 爱回答我 你看 来 请叫省钱 对 宗志伍 刚刚讲到排碳 就是未来可能 会用排碳的量 来增这个企业 来增加他们的这个 比如说 收一些费用 税 碳缺 对我说 是 严格说起来 应该是碳税的概念 对 碳税简单的就是 基本上因为很多的企业 它因为要生产 要制造 所以它会排出很多的碳 那基本上政府 接下来可能就开始 你如果是排碳大户的话 它就磕碳税 磕碳 那磕碳税的时候 基本上很多企业 就会开始思考 我要怎么去应应 这样的一个做法 沛宏 林同学 一个比较安全的答案 长造趋势 长造医疗 民法族变多 我觉得这应该是 蛮大的一个趋势 答对 来 请叫三千 大权 谈到人力 旅游业非常缺人 旅游服务业 其实现在目前开放的时候 非常缺人 所以旅游业 如果有适合的人才 人才铺 那就不得了 那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书委 延续刚才大权哥讲 这个餐饮业缺人 旅游业缺人 所以餐饮业缺人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餐饮品牌 它是集团式的 进驻到商场里 可能做火锅的 或者是原来是做烧烤的 它全部变成一条龙 用多品牌的方式 在做经营策略 有的 来 请加三千 接下来 这里 好 不管是旅游或是餐饮 其实各大企业 都要符合的是ESG的规范 那最近呢 大家还在做ESG相关的报告書 上市公司呢 每个都开始要渐渐地遵循 答对 来 请加三千 剩最后一个名呢 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年轻人 他们在选择工作 刚刚虽然说 这个餐饮业找不到人 那给再多的薪资 五万六万都没有人要去 那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认同感 他们现在对职业的认同感 会是他们的一个 选择的一个 比较前的一个选项 答对 好厉害喔 大家很厉害喔